喜欢汤圆视频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们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微信群 爸妈总是牢牢叨叨 宝宝 都中午了 你还没回我消息 肯定是又熬夜了 那你午饭又得吃外卖啊 真想过去给你做饭去 老这么晚上躺在床上看手机 把眼睛都看坏了 看你爸人家也看手机 学会用智能手机以后啊 视频和照片更是轰炸不断 我俩五十年来第一回蒸馒头蒸花卷 还炖各种肉可好吃了 好想让你尝尝呀 每次都是敷衍的回复 他们却毫不在意 我跟你说 你爸原来老有朋友约他喝酒 喝完酒就惹我生气 他这一个半月也没喝酒 你知道那脸都不肿啊 年轻的时候那紧紧的摔袋 现在都出来了 下回我再找找角度 我再拍给你看啊 在我飘忽生活里 坚定不移地陪伴着 对了 妈妈前段时间不是看 那个《简易之下》吗 天哪 你知道妈妈活了这么多年 又重新开始相信爱情了 我觉得特别喜欢 然后我就逼着你爸看 一开始他都不看 现在比我还追这个剧呢 晚上吃完饭就坐在那看 我要是觉得那个情节 稍微有点那个麻烦的话 我不想看了 就想跳过去 人家都急了 你赶紧翻回去 一点都不能错过 我就给笑死了 你知道吧 干啥呢 烦死了 又偷拍我 我才不看呢 你妈妈天天在家欺负我 哎呀 前几天还把我头发纹弄坏了 玉门死了 作为单身狗 在这个群里 总有种电灯泡的感觉 那可不不给你剪坏 还剪好呀 我是新手 那疫情期间 又不能出去剪头发 你那头发长那么长 你说就他头发的那几左右 那有什么剪的呀 还护着头 一个那么大岁数的人 那么在乎头发干嘛 真的太像了 你爸打呼噜 打着打着还不喘气呢 我都晚上得推他好几下 然后他再喘一下 这呼噜这么想 我还不能去别的屋睡 如果早上 他发现我要不在这个屋了 你就生气了 这心眼得多小呀 把小妈送给我 乱乱睡一张床 没事儿 我找不到男朋友 你俩倒还感情升温哈 那你知道吗 就是妈妈和你爸 这一次这么长时间 待在一个屋檐下啊 就是虽然也吵架是吧 但是 就是吵的那个味道都不一样了 有时候妈妈就拍在窗台上 往下看啊 就这小区里有好多溜弯的 就紧紧的两个人挽着 就可怕失去对方了 我就可感动了 我觉得人们都学会了 珍惜和感恩了 好久没回家了 不知道默默查过多少遍车票 我还是很愿意当他们的 移动电灯泡的 只要能陪他们 多待一会儿 对了对了 那个妈妈给你做了个被子啊 就是那个面料可舒服 可软和的 到时候做好了 我给你寄过去啊 宝宝 你在上海照顾好自己 想你了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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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汤圆视频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